還有陳潔如委員跟我們廖國棟委員 主席我們請陳副署長 陳副署長 陳副署長 副署長您好 請教我們今天的簡報內容 你今天把這個總所得的內涵 跟淨所得的內涵 就是用蠻多的PowerPoint的資料來顯示 是 那這樣的意思是 我們是呈現 行政院衛生署又要引導 衛環委員會的委員 把這個 所謂的廢機 引導往這個方向嗎 我們只是在忠實呈現現在的 稅制的狀況 你們的立場是誰 我們的立場就是我們原來送出來的本本這樣 你們原來送出來是總所得 那我相信經過這麼多次委員會的這個討論 大家就應該也充分了解 所謂的總所得 跟實際能夠支配 跟實際能夠支配的所得 跟進所事實上是不一樣嘛 對不對 對嘛 所以所得稅法的實施跟規定 就是盡量要把這些 所謂的進所得跟能夠支配的所得 趨於公平 然後用這樣的廢機去計算保費 這是準確的嘛 對不對 這是未必完全是如此 比方說他的利息所得 是國家在資本形成的階段 一個獎勵的措施 那你現在來看利息所得 27萬可以完全扣除 這是不盡公允的一個 那你就把利息所得加進來就好了 因為我剛剛有報告過 那人家捐款 捐款明明 所以我們最近一直 捐款這個大家可以討論 對 捐款大家可以討論 捐款付出那麼多 可是你要把他納進來說 你是總所得 你就有那麼多 有那麼多貌 所以我也要把你捐夠 捐款大家可以討論 當然外邊也有一個聲音 那些大企業家都藉著捐款 所謂捐款 在結稅 那這個也有另外一個觀點 可是我 所以我們捐款不夠準 請教這個 這個大一屆的大前輩的意思 是說所得稅 稅法的實施呢 事實上是 就是要把這些 所謂的禁所得 趨於公平嘛 然後用於趨於公平的 這樣子 行之有年的制度 以這樣做廢機去課徵 雖然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怕說 怕說 以禁所得 去再去課 健保費的時候被人家 積 為說這個是 加健保稅 加稅 這樣子的大帽子 扣債 所以你們實質不敢 支持 以這個禁所得去 兩個報告 第一個署長一再說明 因為 不要想說 用健保的這個改革 去讓我們 的稅制 現在做不到的 我們做得到 第二個 我們並不逃避健保 稅 如果有一天 中華民國的稅機很合理 財政部做不到的 健保稅最簡單 引導我們的稅制 區域更公平 那不是也是 這是 這是互動 這是互動 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比方說他要扣除的 我們用 論 論戶不論口 所以我們就 處理了 國稅的成績 比我們的健保的 法式比較高 那個不影響 國稅 所以要怎麼 真心回事 我們要怎樣 變得比較合理 公平 不是我們本委員會 跟各位官員 我們期待 也是社會期待 說我們要把它弄公平一點 對不對 不然你也不用拿林志雲來處理 我們 有 一部分 他們比較公平 沒有 沒有討論 陳副署長 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 有啦 像我們二席就算進來 像我們用 那我在 那我在 那我在請教您 我在請教您 您在這個 今天的會議資料的 第 powerpoint 三十一 你說要用 差額負擔的方式 對不對 那我請教您 我這裡是一張 阿米納底片 同成分 在台灣現在找得到的商品名 總共有 二十塊左右 二十幾塊 那價格由 十三點 二 十三點 一 到 五點三 十三點一到五點三 你所謂的藥價要為你 你所謂的藥價要為你 你ABCV要為你 如果是在差額的觀念裡面 我知道現在最普遍 然後病人都可以狼狼上口的賣優 賣優 我們用概括 利潤上的用概括 人們都要買賣優 要拿賣優 十三點一的 那你藥價要為你 那賣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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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自己出七塊 這賣優 他是以前 以前的品牌 以前的品牌 假設我們六塊 假設我們六塊 要賣七塊 同成分的有二十幾排 是 有十三點一 到 五點三 所以全台灣同成分 可是商品名不一樣 藥廠不一樣的 比比皆是 所以那時候你可以 預見說 那時候的藥品市場 會演變成什麼生態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那你覺得藥廠他會有 用什麼對策 來對我們這個政策 您提的是已經很popular 這些藥 其實我們現在二代健保的精神 是那一些超 超新科技 超貴的這些藥品 我那不是那些 popular的藥 你就沒有解決 我們popular是 循序漸進 我們的第一階段是 popular的藥 同成分 不同品牌 更多 對 對 就是 面獸基矣的錦囊 沒有 就是這樣 他告訴我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的第一階段 是對於這個超高價格的藥 沒關係 我們現有 現有的就是 好像當初我們接受公勞保一樣 我們現有的藥品 還是照現有的機制來做處理 現有的藥品是不會做差額負擔的 那品質勒 品質現有的藥品 我們基本上 還是 維持現在的機制就是他還有所謂 品牌形象的這個味道在裡邊 那至於將來連這些所謂品牌 形象的舊藥物 是不是要再做第二階段的改革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 公聽證討論 是 那我當然我有聽到很多藥界的心聲 包括所謂藥界當然是有 不是來自藥師 是來自藥廠的聲音 覺得說台灣的藥品市場已經 毫無利基 毫無利基之地 全部幾乎全部要撤離 我想你應該也大約知道這個現象 是不是 這個像我們打領帶一樣 這個鬆緊要適當 我們對於藥價的調整和調查 所以今天的又回歸到今天的這個 我記得我在前幾天的質詢裡面 有提到說 衛生署你還是要引導 你還是要有 要來引導說這個 立法的方向是怎麼樣 你摸給委員會委員 蝦子摸象 東湊西湊 湊到後來變成一個病裝車 還是因為衛生署你們太多這個技術官員 所以你們大可以用你們的學養來引導委員會 大聲講出來說你們覺得最應該的政策方向是什麼 好我們會充分的說明 只要有機會 那這個要價的未來趨勢 給你一點時間你也說明一下吧 你是要現在的模式呢 還是要韓國的模式還是德國模式 還是澳洲模式 第一我們提出 那個超新科技的藥品 我們提出差額負擔的觀念 那麼第二對於現有的給付的這些藥品 我們建議還是維持一個 有比較公開的契約 比較透明的機制 你公開契約的地方 定型化契約嗎 我相信是我們的連標 定型化7月又恢復到自由貿易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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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型化7月又恢復去接 那叫做不得記載的事項或得記載的事項 所以心價沒意見 我們公平也是有 那個地檢價格 夏樂平電醫藥 醫院還是回頭 又找藥商說 那就不公平交易 可以向公民交易委員會去提示 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他為了要佔有這些市場的比率 還是願打願哀 那這樣就是詐欺我們的健保 我們在這個制度裡邊 也有要求他們一定要提供 所以你這個定型化契約 還是又是上游政策 下游對策啦 乾脆藥品全部收歸國營 賣賣 不合不合公平交易啦 絕對沒有要價差 進口的窗口只有一個 全部國營 完全沒有要價差 我們的國家是民主國家 每天都不會 那 那 另外一方面 有關於 二代健保的醫療品質章 是如何保障呢 醫療品質 其實是三方面的評價 其中最大的動力 是專業人員的自立自行 和進步啦 這是最大的 那個法律是給他們一個最低的 道德標準啊 那我們專業本身要有一個更高的 道德標準的要求 所以我們這邊是有一些 品質公開的資訊 我們的醫測會也一直透過 這個互動的手段 在做自主性的品質促進的工作啊 我們也引進 企業管理全面品質經營的 這個制度啊 在我們醫院裡面去推廣 所以這是一個多方面的 法律有持而窮啊 可是 真正在所謂的庶民經濟的醫療裡面 跟我們有 要求到這個醫療品質 事實上好像也是 原木求魚吧 一般的民眾 都有在進步啦 進步的速度不如大家的期待 但是我們必須肯定 我以三十幾年的 從醫經驗來看 這個三十幾年的醫療進步是非常非常明顯 我再 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再請問 中國的衛生部長 來台灣的時候 你預期他會跟台灣講什麼東西呢 不管他講什麼 我們是 我們對等的 你敢不敢跟他講說 我們健保局要去 稽查中國的醫院 凡是有跟 台灣的健保 健保局 申請健保金會 我們要去稽查 你敢不敢給他要求 國與國之間的主權 國與國的 要互相協議的 陳副長我欽佩你 國與國之間 謝謝 謝謝